喂!大家好! 今天想跟你聊一個好癲 但又很吸引的話題宿命論 簡單說就是 我們的未來 究竟是不是早就寫好了? 我講的不是迷信 不是塔羅 不是算命 而是物理學層面 聽起來好像風言風語 但你內心聽起來 可能會有種 嘩!原來我一直都是沿著劇本走 那種無骨悚然感 好!入正題 你有沒有試過這樣的感覺 有些選擇 你以為是你自己決定的 但回頭望返 會覺得 不知為什麼 我好像無可能選第二條路 此曾相識 其實這種感覺不是你多心 有些物理學家話 可能就是宇宙的本質 因為 如果宇宙真是這麼運作 那你現在坐在這裡看這條片 都是早就寫好了的條段之一 聽起來癲癲 但不急 慢慢說 在物理學裡面 有個概念叫拉普拉斯妖 這個妖 不是貴獸 它只是一個假設的超級存在 它知道宇宙每一粒粒子的位置和速度 那麼它就可以完全預測 未來會發生什麼事 包括你今晚吃什麼宵夜 經典物理覺得 宇宙就是一部巨大的機器 每個齒輪 每粒塵 都跟著物理定律慢慢走 那麼既然所有東西都有規則 沒有隨機 那麼未來就必然是固定的 大家想想 如果我今天督爆一個球 那些碎片會怎麼飛 只要我足夠勁 數據夠齊 我是可以全部計到完的 那麼換轉 宇宙米都一樣嗎? 聽到這裡 你可能會問 但是兩子力學不是說有隨機性嗎? 電子又不肯說自己在哪裡 那麼怎麼會注定啊? 好 下一段就是重點 兩子力學真是帶入了一些機會和隨機 例如電子行哪條路 不是必然的 只是機率 科學家聽到就很興奮 覺得終於有些不是命中注定的東西了 但冷靜反 這些兩子的隨機值 會不會令你突然不反攻? 會不會令你不喜歡炸雞? 會不會令你聽到這段說到一半突然喜歡哲學? 未必哦 兩子的隨機更像是底層的噪音 沒什麼證據說 它會變成你人生重大決定的來源 所以兩子力學雖然是混亂 但未必真是給你自由 現在講反物理學界另一個好靚 但有超級宿命的概念 無論你知不知道 你好像在走一條你看不到地圖的路 但條路其實已經規劃好了 你覺得你走步步為形 但在宇宙眼中 你只是播放著預先錄好的影片 是不是有點無管動? 再嚴重點 還有另一個版本 《多世界詮釋》 Many Worlds Interpretation 這個說法說 每一次你作出一個選擇 宇宙就會分裂 一個宇宙你左 一個宇宙你右 一個宇宙你打邊爐 一個宇宙你吃涼拌青瓜 聽起來好像你有很多選擇 但其實你在任何一個宇宙 都只是跟著該宇宙的劇本走 你在A宇宙永遠會選雞翼 你在B宇宙永遠會選牛腩 你永遠都是那個版本的你 你無辦法跳去另一個宇宙的你 所以在你身上 自由意志意依然很小 心理學和神經科學 還有一樣東西加進來 研究發現 我們的大腦 會在你覺得我決定了之前 就已經做了決定 換句話說 你以為你是主角 但其實你是你大腦製作組的跟班演員 是不是開始有點懷疑人生 講到這麼宿命 你可能會想 那我們做人還有什麼意思呢 這裡就是最有趣的地方 即使未來已寫好 你都不知道劇本是怎麼寫的 你的感受、贊責、選擇、後悔、快樂 全部都是你人生體驗的一部分 你就好像看電影 你不知結局 但不代表你不會代入 不會緊張、不會感動 宿命論不是剝走你的人生 反而是給你一個空間去問 如果結果已定 我還可以怎樣活得精彩 我們可能真是在一條寫好了路裡面走 但你走的每一步 都是獨一無二的你 未來可能注定 但你怎麼看、怎麼想、怎麼享受 這些就是屬於你的創造 宇宙寫了劇本 但故事怎樣被感受 永遠是你最自由的地方 大家想一下 命運是否真的所死了 還是我們用宿命這副抗架 欣賞著宇宙的一種方式 我們下次再談更神秘的話題 拜拜 記住你現在聽著這句話 可能都是命中注定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